好 大家好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我们长湖的我们的宝贝女儿 她是最年轻 你知道她多年轻吗 她只有八十年次 她只有八十年次 她居然是我们长湖最优秀最优秀的一个家人 她是声音表达训练师 她参与非常多的社团活动 在声音的专业里面里面 她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 那最近她又获得了 今年暑假她拿到TPBS的教育的案子 她可是全台最年轻最貌美的掌声 所以我们欢迎我们的一楼 各位亲爱的B&I家人们 大家早安 早安 很感谢Smart和我们的Mary董事 给我这样的机会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成功的邀约来宾 我来自长湖分会的一楼 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有没有平均每个礼拜至少带一位来宾 有 有的请举手 平均 非常好 给自己先热烈的掌声一下 非常棒 刚刚Smart的董事有讲到说呢 邀约来宾是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知道刚刚我八十年次 我在加入B&I的时候 因为我非常喜欢学习跟分享 我想要来这个地方 除了做生意之外 我更喜欢跟朋友做交流 可是我发现一个很事实的残酷就是 竟然还有要给引荐单这件事情 你知道给予引荐单对一个八十年次 没有财力没有人脉 这种事情多么的恐怖 我坐在底下给引荐单 请问你觉得我买得起房子吗 我买得起车子吗 我可以做健康检查吗 我可以买得到龙岩的生前契约吗 没有办法 可以是不是 好谢谢 你们对我真的很好 所以我就发现到说 我一直在皮皮疙瘦 然后我就想说 我来到底到底要干嘛 然后更不用说邀约来宾 我根本没有人脉 我才刚去年大学毕业 所以我到底来这个地方做什么 后来我想到 我是做声音表达的教育训练 做教育训练呢 更容易可以跟很多不同产业的人做结合 因此第一件事情 我打开了我的心房 走出去跟我的学员们分享 顺带一提 我最近加入了一个商务组织 它是BNI 它是在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那你有没有兴趣一起来 那他就会开始想说 这件事情到底要做什么 因此今天我要教大家的不是技法 绝对不是说邀约的一些 我的什么秘方 或者是我的话术 我要教大家的是我的心法 心法是在武功里面 更私传的东西 所以今天呢 我讲很多的故事要跟大家听 那这个部分呢 想要先跟大家讲的是呢 首先第一个 大家知道73855的理论吗 7% 38%跟55% 就像刚刚呢 你知道吗 人跟人之间透过非常大的感觉 来感觉一个人 就像我刚还没有开口之前 你们用了视觉的感官来感觉我 在我开口之后 启动了第二个感官叫听觉的感官 也就是说等到所有的简报结束之后 你知道吗 7%内容 刚刚一肉讲的什么 我跟你讲绝对会万光光 可是一肉讲的漂亮漂亮 你们一定会记得 所以这就是呢 55%的魅力 因此 现在开始邀请大家 要知道说 人跟人之间在沟通的时候 其实感觉真的很重要 所以呢 我们现在一起来玩个小活动 跟你对面的家人说 你好 这是我的名片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 这是我的名片 就这样 这是我的名片 好 请问一下 你觉得对面那个家人有 真的很高兴认识你的情局手 哈哈哈哈 你觉得他在敷衍你的情点头 也有 也有 对不对 所以啊 你看 有没有真的很高兴 现在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 现在轻轻的微笑 让你的笑机提起来 再说一次 你好 这是我的名片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 这是我的名片 很高兴认识你 有没有觉得有比较真诚 有有有 通过一个小小的技巧 同样的话术 不同的表达 就叫做 语意跟语气 如果结合的时候 你的影响力 就会向上的加倍 这就是呢 给人的一种感觉 回想看看 你当初是怎么样认识DMI的 是谁带你进来的 还有你的感觉到底又是什么 我记得我邀 邀约我进来的呢 是我们的一位做三双美棒保险的 叫琉璃仙 他呢是在有一次听了我的课之后 他跟我换名片 想说换名片很正常嘛 然后就结束 然后就离开了 过了几天 有一次我在星巴克做我的讲义 电话拿来 然后根本就陌生 因为我们也没有习惯 把那个名片上的手机输入 在自己的手机上面 后来接起来的时候 他说你好 我是那个立宪 我说嗯 我记得你 他说我想要邀请你来参加一个商会 那我想说那到底是什么地方 可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学习跟交朋友 然后他说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创造你的人脉的连结 因为这件事情提 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说好 那我就来 那非常的早嘛 那我进去的时候 我并没有马上加入 我一直在观望 想说这个地方 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 那不过呢 因为立宪呢 给我的感觉非常的亲切 因为他不断不断的在追踪我 所以呢 这样子的感觉就让我 很想要加入我们长湖的BMI 那更重要的是 要大家要记得 这三种事情会让人家感觉很不舒服 你如果一直咄咄逼人问说 你要不要加入 你要不要加入 你知道BMI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它可以帮你创造商机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样子 让你的那个业绩可以大幅成长 你知不知道在别人的耳朵 听起来是什么感觉 你的意思是说 我业绩不好咯 你觉得 我哪啊 人脉不够广是不是 啊你很厉害是不是 你长这样子 你生意有多好 你营业有多少 你是不是就会看着被怎样挑战 所以这样子说你是谁 就对方就开始想说你是谁 还有你为什么没有我手机号码 为什么 你没有先讲清楚 再来是说 啊你还要讲多久 你就想把他电话挂掉 对不对 又或者说这个人 他突然跟你讲话 你又很想要走开 所以这样的感觉 都是非常的不舒服的 所以你知道吗 你所邀约来的来宾 或者是你所服务的客户 都喜欢被启发式的销售 什么叫启发式的销售 就是说故事 我们从小都喜欢听什么 预言故事 为什么这件事情 告诉你一个道理 欸我们不喜欢听 可是今天呢 易柔姐姐要跟他们讲一个故事哦 听故事就会很想听 所以换句话说 就会提起对方的兴趣 还有为什么没有来B&I 因为你会找到你的价值 当价值被升华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信念 不知道大家可能刚刚在座 有做一个表决 就是说三分之二以上 大家都是新人 对不对 可是有三分之一 我们一直在默默的耕耘 你已经找到你B&I的信念了吗 当你对B&I产生信念的时候 你就会无时无刻的邀约来宾 就会做到give a scan 以下呢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故事 是让我产生B&I最重要的信念 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一起来邀约来宾哦 当你在邀约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说 欸地点太远 时间太早 没有朋友 职业别受限 不喜欢麻烦人家 欠人家人情 交友圈不广 费用太高 很像直销大会 看不出对方产业跟家人有什么连结 这些可能都是阻扰我们 没有办法每周邀约来宾的关键 对不对 事实上 它分为了两种 一种叫你认为的 跟他认为的 你认为的可能是怎样 职业别受限 我们已经有保险了 所以我到底可不可以再约保险来 卡住 这个人他明明很优秀 我也想要邀请他来 可是 我们分会好像已经有这个人了 也卡住 那或者是说他来的时候 觉得这个人 好像质感不太好 我们就想说不想要邀约他 可是你万万没有想到 他背后还有很棒的人脉 想要加入 不喜欢麻烦人家 欠人家人情 你如果邀约来宾 你是用一种请求的方式 拜托你来BNI 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很棒 可以帮我们怎样什么什么的 你是一种拜托的心态 你觉得别人会觉得 BNI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真的是 gibus game的地方吗 缺会员 对不对 就想说 赶快我们要启动啊 或者是说 我们又有哪个家人 又不借了 赶快补个位置啊 这是你的心态 就是不对的心态嘛 然后再来 就是交友圈不广 你知道吗 我从小到大都是音乐系毕业的 我的朋友都都是音乐圈 但我一毕业的时候 我发现呢 我除了音乐的朋友 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 我邀约来呢 我连续好几次邀约了很多音乐家 钢琴家 可是想说 这不对啊 因为钢琴家 音乐家都没有人要加入 可是呢 我还是很愿意分享 BNI这个地方 那你就会想说 这个是不是我受限的原因 还有我没有朋友 就会想说 有没有人 他会这样讲 有耶 因为我在做这个PPT的时候 我跟我们家人做试调 他们就很委屈 我说我们分会怎么那么可怜 然后看不出对方产业 跟家人有什么连结 你先预设立场 这个人对我们家人没有用 所以你就不会想邀约他来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也有 对不对 他认为什么 他认为其实很简单 就地铁太远 费用太高 时间太早 相同认为的可能怎么样 很像直销大会 我一来当来宾 你就给我入会申请单 自己下面地方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 Mary常常说 不要怎样强迫人家 你要先让人家了解 BMI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你一来就给人家填 那个单子 或者是说 可能我们已经是会员了 我们会员可能会怎样 如果我邀约来的来宾 马上就拿到 那个入会申请单 他也会很紧张 我不想要让我的朋友 有这种感觉 因此这些都会产生 我们不想要每周 带来宾的一个关键 怎么办 我来分享几个故事 第一个 这个是我们的强谷的家人 智发哥 他就坐在那边 智发哥呢 掌声鼓励一下 我要讲这个故事 真的非常的感动 智发哥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日本江户350年代理的处 台湾的唯一的经销商 代理商 他代理这个处呢 他从我们的会还没有启动 就一直到现在 我们已经启动 已经一年了 他每一周都把这个处 成本要60到70块 就放在家人的桌上 不管今天来宾多少 不管我们家人多少 他就是每周都放一罐 当这样子叫做什么 他在一分钟常常许愿 他大力的许愿说 他今天要有个通路 他要把这个气泡处意 把它放在台湾的Costco里面 Costco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通路商 他如果进去这个市场 就打通了整个台湾 第二个 他要叫我们 分会的里面的设计师 重新包装这个设计 这是原版 再来再邀请我们的家人 是做产品印刷的 再重新把它打烊 重新再来再出发 你知道吗 他就在即将 在下个月 就会上市Costco 所以我们大家 给他掌声鼓励 而且你知道吗 当他找到这个通路的人 竟然不是跟通路有关系的家人 是什么你知道吗 做打烊贸易 日本医疗器材的进口的代理人 这个跟通路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永远不会想得到 他背后还有谁 再来第二个故事是什么 第二个故事分享 长荣的家人 有觉得他很熟悉吗 有对不对 他是做什么的 脚底按摩的 就想说 大家知道他吗 他在我MSP 我在我每个月都会来培训 我跟他换名片 然后你知道因为我是讲师 我常常站着又穿高跟鞋 脚很容易肿 他就说 一楼如果你脚肿了后 你来找我 我说好 我就是把他放在心上 有一次真的太不舒服 我连坐着都会很不舒服 我就去找他 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很认真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他的柜台 柜台三分之一 你知道这是他放的什么吗 他放了他们长荣所有家人的产品 我当时好感动 我一坐下按摩的时候 旁边有这种茶 茶的那个水杯 是那个陶瓷的手拉胚 也是他们家人的 手拉胚里面装的水 也是他们家人的 手拉胚水的旁边的那个饼干 也是他们家人的 他就说 一楼跟你讲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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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看啊 还有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啊 我跟你讲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怎样 我要来脚底按摩 我就这样做好 然后双脚又弄好 好像说 我怎么可以来放松 基本上他多可爱吗 他竟然拿了一张纸跟笔 就坐好我旁边 一楼 不然我们来一对一好了 一对一 你知道吗 放置真的很用心 我想说 请问有没有脚底按摩过 有对不对 有很爽吗 你可以真的很放松吗 没有办法 你都比较猙獰 可是你又要跟他一对一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很可爱 更重要的是呢 结束的时候 他说 刚刚啊 我记得 我记得前面之前没有讲到吗 我们不是有本红色的B&I的会员本 会员本后面有什么 名片甲 他多么的认真 他把家人每一个人 至少一叠 放在那个名片甲的后面 他说 一楼 我跟你一对一玩之后 我觉得你可以跟这个联络 你可以跟这个联络 你跟这个联络 并且 我会跟这些人说 我已经跟他知会过 一楼会跟你联络 用不用心 很用心 第二件事情 一楼 那你们分会还缺什么产业 我就开始想 对 我平常要很认真 因为我要记得 我们家缺了什么产业 我会说我们家好像缺了汽车液啊 3C液啊 然后 脚体按摩也没有 然后他说 哦 那我跟你讲 那这个呢 这个这个呢 你也可以跟他联络 我就觉得 哦 好感动 所以呢 他除了按摩之外 他又给我打折 又给我那么多名片 又给我好多东西吃 你知道吗 他们说 一楼来来来来 你已经做完脚体按摩 我们到后面免费 健检脊椎 实在是 小个短腕 你知道吗 这就是B&I家人 你得到的 真的是会比 付出的还要多 所以再来 我就觉得很感动 后来 我在我们回去 藏湖的时候啊 我每一周 我都说 Mary我要讲话 Mary说 好那你要讲什么 我说我要来分享 别的分会 多么优秀的一个案例 这叫做什么 产业连结 真正的串联 后来 我在我的PT里面 我也一直大力的宣传 我说我们就是要做这样子 你会觉得说 这些东西 真的跟按摩有关系吗 可是你知道吗 你只要有个店面 你就可以帮你的家人 做一个曝光 多么的感动 第三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家人 他在做那个猫屋的 他是产品印刷 后来他把它转型 变成是要制作一个猫屋 大家看一下这三个人 左边这个呢 是长情分会的 长情分会 跟我们两位 是长湖分会的家人 有一次长情分会呢 他来当我们长湖的代理人 他在代理之后呢 他一样就是发明片 发明片 他做什么的 他是做高级的宠物饲料 那有一些饼干啊 有没有 就是给猫猫狗狗吃 他跟我们这个做印刷的能潮 换了名片之后 我们在就是前天 我们去那个力宝 力宝百货公司 就是去跟他做一个一对一的访谈 就想说可不可以有机会做一个产业的连结 因此你知道吗 你去别的分会当代理人 如果你有人员 主席愿意让你去的话 没有啦 就是你去了别人的那个家里面 你呢 一样展现大方你的热情 你去做gift scan 你一样可以在别的分会做到产业跟生意的连结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猫屋啊 因为我自己个人认为真的很可爱 所以我逢人就讲说 我们有一个做猫屋的 我不是po在我FB 就是我看到不同的人就跟他说 我在上礼拜四的时候 我去找新慧老师 我去跟新慧老师聊天 聊完之后我就说 新慧老师 你家有养猫吗 那个我们家人有个做猫屋的 我就把我手机的照片给新慧老师看 新慧老师马上就下了三张订单 然后下了三张订单 他就说 那个你知道吗 然后呢 他就是做 他们就是买了三间猫屋之后 他就说 一柔那你那个猫屋 有没有要做通路 我说有有有有 他好像现在想要做通路 结果你知道吗 他就介绍了 长虹分会的 在哪里 长虹分会的 他就介绍长虹分会的app产业 给我 叫我给他 这样你懂了吗 你的生意可以做得很大 只要你敢发愿 所以在等一下十点半 MSP结束之后 那个长虹分会的app 就会跟能超约在这个地方谈生意 只是你永远万万没有想到你可以做得很大 你愿不愿意 你想不想而已 所以呢 你知道吗 这样子小小的一个串联叫做power team 当大大的串联就是我们BMI的一家人 再来就是我要分享一下我们 我自己在长虹分会有个白雪公主的power team 我们power team呢 就想说你要怎么邀约来宾 你要怎么样把你的好 你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你可以呢 在你的power team里面开始做一个起先 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是在卖醋的嘛 刚刚讲过 那这个呢 是卖酒的 瓶酒的 后来我 我是想说 把它弄成一个瓶酒论醋之夜 所以呢 在7月11号礼拜五的晚上7点呢 在地点在玫瑰夫人这个餐厅 我就邀请大家呢 可以一起来 知道说酒跟醋到底怎么样的一个结合 你可以邀约来宾 你可以邀约家人 让你身旁的朋友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 他就会知道说 哦 BMI原来是一个这么棒的地方 因此 你在跟别人换名片的时候 要记得 不要预设立场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他还认识了谁 这张名片真的非常的宝贵 这个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BMI分会的一个邀约的方式 我们请我们的产品设计 设计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文宣跟DM 右下角还附上一个QR Code 这是我的一个致式的一个邀约函 是我已经跟他说过 他要确认要来我们分会 之后我还会记这样子的信 我念一次 Mary您好 很高兴邀请您来我们BMI早餐会 我已和我们家人提过你的产业 让他知道我有很重视他 大家都非常期待与您相见 让他知道大家很期待像看见你 附上我们的网络报名系统 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是很认真的 最后请先线上完成报名 我们下礼拜二见 他就会知道说 哦这件事情 他不能怎样 不能迟到 而且不能怎么样 不能爽约 所以你就不会有什么 来宾扑空的事情 来宾突然不来的事情 Smart常常讲说 我们来这边不是要找会员 而是要找事业上的伙伴 所以你要知道说 你今天每要约一个来宾 就是一个事业链接的一个机会 因此呢 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这个 这个是我加入长湖分会 我在去年11月26加入 至今已经要满七个月 这是我的心得 我念黑色 你们念红色看得见吗 好没关系 我们一起来哦 当你要简报的时候 请你要记得 对象方向设定好 让您业绩免烦恼 当你要一对一的时候 请你记得 深入一对一 业绩拿第一 当你觉得产业不错的时候 请记得 今日不入股 日后更辛苦 当您开Powerteam的时候 请记得 创意脑机档 产品会发亮 当你想改变一切的时候 请你记得 心动不行动 只好当听众 只有要不要 没有做不到 当你想到一柔的时候 请记得 声音表达 找一柔 让您人生与人生都提升 谢谢 掌声鼓励 在座 你的年次 有比80年次 还高的请记得 有80年次 81的 82的 OK 您是几年次 80年次 好所以我们台湾DNA 最年轻的会员 就是80年次 我们给